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量 乔光科大根自由商圈 季光商圈等店家合作 由学生为商品包装行销 并且在校园市举办了创意试集 让他们自己做陶吉来销售 同学表示实际上阵了 才了解开店的压力跟辛苦 是一堂宝贵的实战经验 由校方与商圈合办的创意试集 这天正道登场 有东南尔零食还有台湾贵的青草茶 以及宇宙用品 都吸引不少师生来写评 我们都知道 如果只会设计商品 不会行销 很多商品其实是销不出去的 那我们这次很多的事件 很重要就是说 结合跨系的同学合作 我们可以帮创设计的同学 透过行销的方式 把他们的商品销售出去 所以等于是跨系合作 可以让他们的消费通路 可以更广 这场市集大多是自由商圈 激光商圈的店家来提供商品 或者有学生的手作等 有学生来当头家 从包装到行销 贩售都得一手包办 让课程学习与食物 无缝接轨 改参之前你有做过这样的生意吗 没有 试试看 然后没有想到我们的销量 销量其实是还蛮好的 就是跑很多班级啊 去跟他们说我们的商品有什么 有预购啊 然后就是请他们去 线上IG之类的地方去 跟我们报销量之类的 销售量怎么样 销售量蛮好的 就比想象的好很多 对真的没有很简单 就是大家要在大日天叫麦 这样子还不一定有夜期 对可是我们可以 我们还要努力加油 这个阶段呢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等于是学业 告一段阶落 告一个阶段 然后呢 透过我们这种活动 包括在外面这些活动 可以补强他们的社会经验 市集一连举办两天 有的学生已经卖到公补硬球 有的销售不佳 而这场实战 也是他们学习了验收 提前面对残酷的市场 至少点交话 台中采访不到